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朝中社等官媒提到金正恩在众多留守官员的欢送下 搭乘陆方提供的专机赴新加坡 并称在全球高度关注和期待中 金正恩与川普将就顺应改变的时代要求 建立崭新的朝美关系 并建立朝鲜半岛持久巩固的和平机制 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深入的交换一线 朝中社并报道金正恩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会晤经过 也让金正恩搭乘的大陆中国航空专机入境 并未遮掩大陆在幕后扮演重要角色 劳动新闻社论令提及 平壤的态度是 就算一个国家过去对我国报持敌意 但只要该国尊重我方自主 我国就应该透过对话寻求关系正常化 北韩官媒据称先少及时报导领导人行程 通常是在行程结束后才加以公开披露 此前也紧约略提及川普与金正恩计划会面 让平壤挤如风暴中心斑平静 11日预告川金会的报道某重程度已可说是打破惯例 吸引大批民众站在报价与电视墙前观看 曾任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主管 亚洲事务资深主管的乔志成大学教授维德宁 Dennis Wilder就指出 北韩当局绝对是在大肆宣传 Playing it up 显示他们计划让峰会成功 他说平壤当局应该觉得这会是一次不错的经验 否则官媒不会发出这众报道 相关阅读川金会专题报道